今天跟大家一起分享的经文是出自于《马太福音》第五章第十七节至二十节 今天的讲题是《讲得出、做得道的天国主人》 我相信大家弟兄姊妹在你平日的生活里面 都不多不少会见到凡事都是跟你唱反调的人 什么都是跟你唱反调的 我们在英语世界里面就会称这种人为contrarian 这种人有一种特色的 不理任何的情况只要你说任何的意见他都会反对 但至于你问他有什么可行的行动或者建议 通常他都很少建议他只能去反对你 这种人为什么要这样做呢 因为他要故意在众人的面前将自己塑造成为与别不同的人 他这样才觉得自己能够更加特别 也能够吸引一些和他有同类性情的人 或者喜欢反对人的人成为他的跟随者 事实上这种人在我们平日的生活上 如果我们细心去看看真的不少 甚至说是非常多 像香港的便利店一样 一定有一家在你左近的 我们就去问一下 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的人都会喜欢做一个 凡事都可以反对的人呢 反对是很容易的 总之别人说什么都反对 但是为什么这类人是这么普遍的呢 如果当我们作为基督徒教其原因的话 我们很容易就可以解答到这个问题 其实这个就是出自于人犯罪的结果 当人在伊甸园犯罪之后 人就开始认财作父 认了帝国做他的父亲 那那个是谁 那个就是撒旦那条蛇 用心欲的说法 这个就是魔鬼 那如果我们是查考魔鬼 或者撒旦这个本身的名称 那个本身的意义的话 这个字本身是说到一个说方者 或者可以这么说 他是一个反对者 英文叫adversaries 所以他通常什么都喜欢反的 上帝说的东西更加尤其是要反对 而人自从犯罪之后 这种性情也都久而久之 是在人的生命里面去落实 并且牢牢地捆绑每一个世界上的人 这种人的性情就是凡事都要反反反反 无论你说的东西他也要反反 2018年他对你说错的人他也要反反 怎么觉得这样才能出现那种与别不同 而实际上在今天我们所预见的 在社會上不同的異端邪教 其實他們的出現、成立 以至於他們的壯大 其實都同樣是用這種手段 以一種與別不同的態度 去營造出自己一個被人超脫的感覺 但至於是真正假 是對於錯 這個已經變成了很多人不理會的事情 今天我們來看這段聖經 我們知道耶穌基督開始出來傳道的日子 在他傳道的過程當中 耶穌是不是也要灑兩道類似的伎倆 去鞏固他的群眾 去鞏固他跟隨者的維繫 對他的信賴之心呢? 今天我們開始看登山寶份 其實就是一個很重要的訊息 在這裡一開始我們要首先弄個明白 也藉著耶穌基督這番的講道 讓我們去首先明白 如何去理解整個耶穌基督的事奉 他的過程是怎樣的 而他的動機也是怎樣的 而這一篇的登山寶份 也帶著一個什麼的心態 我們準確地去了解耶穌基督的教導呢? 所以今天我們去看的這段經文 《馬太福音》第五章17至20節 我相信也給我們有不少的亮光 讓我們再一次打開這段聖經 我們一起去讀一下這段經文 我們會先以和合本的版本去讀一次 讓我們先了解經文當中的內容 這一段也是我們非常熟悉的經文 我們一起打開《馬太福音》第五章17至20節 莫想我來要廢掉律法和先知 我來不是要廢掉但是要成全 我實在告訴你們 就是到天地都廢去了 律法的一點一挂也不能廢去都要成全 所以無論何人廢掉者戒命中最少的一條 又教訓人這樣做 他在天國要稱為最少的 但無論何人遵行者戒命 又教訓人遵行 他在天國要稱為大的 我告訴你們 你們的義若不勝於民事和法利塞人的義 斷不能盡天國 其實在這段經文裡面 我們已經在前文看到耶穌很明白 跟隨著他的人 他們的心路歷程 或者他們的心態是怎樣 講回一點點前文 耶穌經過了他出來傳道、講道 甚至醫病、趕鬼等等這些事奉之後 不少的人都跟隨著耶穌基督 並且來到這個地方 去不斷聆聽主的教訓 這是一個好的開始 當這群眾跟隨著耶穌基督的時候 他們看到耶穌有這麼獨特的魅力 可以這麼說 很自然他們的想法 跟其他人都一樣 耶穌一定是來別樹一次 做出與別不同的教導 才能夠造成他自己一個信仰群體 於是當他們聽耶穌基督的教導的時候 他講的原來都是猶太人的律法 於是他們就會這麼想 既然耶穌基督都是傳猶太人的律法 不難理解 他傳的一定要跟其他的當時 在巴勒斯坦地上 猶太教他們所傳的信息 應該是與別不同才行 所以既然這群在耶路撒冷為中心的宗教例 包括文士和祭司 他們都是傳講聖經 或者用今天我們作為基督徒所講的 舊約的聖經的時候 那耶穌一定要與舊約的聖經自然不同 才能夠造成他很獨特的一派別 所以這群人就很自然地想 耶穌當然要與他們有相反的看法 對於舊約聖經 或者他們當時的圖經 他們一定是覺得耶穌是與他們 相反的一個態度 這樣才值得跟隨 所以他們就有一種想法 就覺得耶穌來到這個世界 去帶領他們要組織一個新的派系 其實是否意思是廢掉舊約的聖經 而要傳新的一派的思維 於是一開始 耶穌因為明白到這些人有這種思維 所以他就開張名義 在今天我們所看的這段經文裡面 作出一個清楚的新論 指出他是不會這樣做的 怎樣不會做呢 怎樣陳述呢 我們就要看回這段經文的內容 第一部分我們會看看 原來耶穌介紹給我們知道 天國的主人原來他的聖情是 說得出就做得到 我們從第五章第十七節至十八節裡面 就會看到這一點 The owner of the heaven say it and live it 從第五章第五章第七節 我們再讀這兩節經文 很想我們更熟悉這段經文的內容 第十七節和十八節這樣說 莫想我來要廢掉律法和先知 我來不是要廢掉 乃是要成全 我實在告訴你們 就是到天地都廢去了 律法的一點一劃 也不能廢去都要成全 首先耶穌在這裡讓我們去明白一個很重要的道理 他用一種轉接的說法 其實就介紹給我們知道 原來我們在天上這位的上主 是一個說得出也必然做得到的這位上主 這個和前文我們去看看 炎和光這個雙重比喻裡面的主子其實是很銜接的 因為前文說到原來我們今天要作為神的天國的子民 要好像這位天國的主人一樣 我們是要怎樣展示出有聖結有義的生命 我們才能夠配活在天國的裡面 既然如此我們要在地上都這樣活 我們的父上同樣在天上都是這樣活的 所以上帝要怎樣幫助人在地上活出有義的生命呢 他就其中一個方法就是頒布了律法 在聖經裡面律法是有什麼作用呢 律法其實分為兩部分 如果簡單來說可以說是一些口傳的律法 甚至可以說寫下來的律法 當然到後期我們所知的聖經就完全是一個寫下來的律法 讓我們去明白到摩西五經就是一個典型的例子 神的說話就透過律法去演繹出來 從不同的生活環節甚至與上帝的關係而去表達出來 所以神的說話其實是幫助人讓人學曉 要怎樣藉著遵行而活出這個合乎神 天國子民應有的這個生命生活 律法絕對不是上帝要提供一個機會被人去廢除 或者讓人藉著去破除律法 違背律法這個原因 相信其實做律法其實是幫助我們去更活出聖結的生命 而不是要我們去顯出罪惡的生命 當然律法另一個層面就是說 要顯明人的罪惡人可以悔改 這是另一個層面 但是上帝的目的並非要設立律法 是要被人去破的 或者我們可以更加簡單一點這樣說 設立律法讓屬神的子民在裡面 就能顯出神的天國子民的樣式 如果對於一些沒有上帝生命的人 願意存留在罪惡裡面的人 這類的律法就顯明他們的罪惡 既然如此 耶穌明白到跟隨他的群眾當中的人 極有可能是誤會他為了自己傳道這個動機 以為他是要廢除上帝的律法 因為文士和祭司都說傳上帝的律法 那耶穌既然如此 那不如廢除他 由頭立身 他們以為是這樣想 這種想法 原來耶穌看穿了他們 耶穌於是在他進一步去幫助當時的門徒 或者群眾 願意跟隨耶穌的人 願意聽從耶穌基督道理的人 他們能夠進一步正確地了解聖經的意思 並且如何行出律法之前 所以耶穌必須要表明自己的來意 我們並不是要去廢除律法 相反我們是要來履行律法和先知的道理 所以馬上在第17節就說 莫想我來要廢掉律法和先知 我來不是廢掉乃是要成全 何謂律法和先知呢 其實在舊約的聖經裡面 我們可以簡單一點統稱 其實包括律法和先知書 這兩大部分 有些弟兄姊妹深水稱 不是啊牧師 舊約聖經按照猶太人 律法是分為律法、先知書和寫作的 但是如果當我們去看猶太人的傳統的時候 在某程度上歸入於先知書的部分 他將它統稱在一起 律法和先知 於是就統稱為 舊約的聖經 即是我們的舊約聖經 而他們本身就是舊約聖經 在這個陳述裡面 耶穌刻意地指出 我來到不是要廢掉律法和先知 所以這個律法和先知呢 在原文聖經裡面 還加上了一個指定式的定冠詞 definite article 而這個definite article的意思是什麼呢 就是指出哪一個律法和先知 所以換言之 這裡所說的是指到神的說話 神直接向摩西的陳述 或者向其他眾先知 或者其他人士 所要啟示出上帝的意思 而那些內文 這些內容全部是上帝的說話 而不是任何一個街坊的其中一個說話 於是怎麼樣呢 這個陳述就告訴他們 我們要知道原來耶穌基督要告訴當時的群眾 我們要作為天國子民的一份子 我們必須要遵從律法和先知 即是神的說話內容 而在登山寶份的裡面 除了第五章第十七節 這裡說到律法和先知之外 就去到登山寶份的最後第七章十二節 又同樣出現了律法和先知這個陳述 去涵括聖經的內容 或者神說話的內容 這個括弧式的結構 就告訴他們 耶穌將現在整個登山寶份的內容 其實告訴我們 我們是借根於這個 《舊約聖經》 《猶太人的聖經》 《律法和先知》這兩個部分 留意的 除了我們知道《律法和先知》 是指到《舊約聖經》的內容之外 這段聖經在第十七節裡面 還用了兩個雙重的否定語 來重複刻意來幫助聽眾 明白到耶穌不是來廢掉律法和先知的 不是廢掉神的說話 相反是要成全的 怎麼說呢? 耶穌用了第一個的否定語 《莫想我來廢掉律法和先知》 首先幫助聽的人 你們不要想錯了 這種是耶穌首要幫助聽眾排除誤解的目的 第二部分的否定語 耶穌就直接 我來不是要廢掉 耶穌在這裡 直接去把他 給人誤會的可能性 完全抹殺了 耶穌根本就不是去廢掉律法 而在這個說法 耶穌就同時配以一個 他來到傳道的重要目的 是什麼呢? 就是成全律法和先知 這個所謂成全這個字眼 Haleiro這個字眼 這個字眼有很多時候 很多信徒都以為 就是做完它 其實這個字眼有一個更深層的意思 就是指到 其實有些已經定了的目標 和一些做法 簡單一點好嗎? 那個project 那個流程表 怎樣運作 已經做好了出來 問題的就是 這個流程表在在推行的過程當中 現在還沒結束 現在到這一刻是要怎樣 要將它完美地去完成所有的部分 所以這個所謂的目標 成全這個意思呢 意思就是說 要將已經在 旧時 旧約時期的時候 於是以色列民已經開展了 並且已經定下的目的 什麼目的呢? 我們就要看回創世紀了 其實上帝已經老早定下的目的 就是以色列民 他們需要一個救主 為什麼呢? 在伊甸園裡面 男人、女人 他們墮在罪當中 但是上帝要將他們拯救出來 怎樣做呢? 唯有要找一位救主 來去擊打蛇 這個整個的 我們叫blueprint 這個大藍圖 已經規劃了 其實在歷史裡面 不斷發展 而耶穌來到 就要按照 父神祖在創世裡面的心意 來去完成 所以接著馬上耶穌基督 在第十八節就這樣說了 我實實在在地告訴你們 就是到天地都廢去了 律法的一點一劃 也不能廢去都要成全 在耶穌基督 在耶穌中用了一個很獨特的 或者可以這樣說 是一個招牌的說話 就是說什麼? 我實實在告訴你們 這句聖經在原文聖經裡面 一開始就用了Amen 就是說實實在在 或者誠心所願 或者毫無虛假 或者這樣說 是 truly truly 完全是真誠地告訴你們 我來到是要怎樣 我是要作出一個嚴正的宣告 什麼宣告呢? 我這個宣告是 天地廢去了 律法的一點一劃 也不能廢去 這個陳述 可以說是耶穌基督的招牌的說法 這種用語其實在第五章第二十六節 六章二節 六章五節 六章十六節 都有這個陳述的出現 耶穌說 我實實在在 很真確地告訴你 這個說法是一個嚴正的宣告 往往這個用法 是連貫在當人和上帝有直接交往的時候 耶穌就用這句說話來陳述的 譬如最簡單 第六章第五節和第五節 就是我們所熟悉的主土文的內容 當我們一談論到和上帝有直接的交通的時候 上帝就會希望我們打醒十二分精神 而耶穌就是用了這句說話 要我們格外留神 這句說話有別於其他地方 耶穌說我告訴你們 沒有這個實實在在 就是沒有阿們這個字頭 開頭的 譬如第五章二十二節 二十七節 三十二節 三十四 三十九 四十四 在當中耶穌都是在解釋 舊約的經文 或者解釋上帝在舊約的經文的時候 他的陳述是在人與人之間的關係上面的陳述 如何顯出那個人的生命 是有天國子民的生命的樣子 所以當我們有這個理解的時候 我們就會覺得 原來耶穌基督是要我們打醒十二分精神 原來耶穌基督說要成全 怎麼成全 原來他成全到有兩個我們要留意的地方 在《原文聖經》裡面 有一個字眼沒有譯出來的 那個字眼叫做Hibos Hibos這個字眼 英文翻譯叫做Until 用中文翻譯就是直至到 在這節聖經裡面 耶穌講到他如何實踐律法和先知 他說直至到天地都要廢去 這個第一點 直至到天地都要廢去 天地的陳述在《新約聖經》裡面有特別的意思 是指到一個末時的情況 這個觀念也是引申至於創世紀第一章第一節 神創造天地的時候 那時候上帝已經做這個世界 那是一個時代 而這裏所指到直至最後這個時代都廢去 神創造三條 evangelis 神創造神的所謂 就是算那個ու announcement 第二个直之刀是什么 直之刀第二点就是有一个我们称之为一点一划也不能废去 究竟是什么指到一点一划呢 一点一划其实在原文圣经里面是指在旧约圣经写的时候用的语言 如果大家都会明白 旧约圣经所写的语言就是希伯来文 希伯来文最小的一个字母 我们称之为U 它就是一个小弯弯 有时候读希伯来文的大英姊妹就会觉得很难 有时候一个小弯弯 原来是一种字母 你们看中了就看中了 另外讲到一划是什么 一划在原文圣经指在希伯来文字母当中 有一些字母原来是有一个特别的写法 在寫的時候可能將它勾尾或者拉直 就是這麼小的,拉直或者勾一勾尾 這些字母其實我們在讀希伯來文時經常都會看到 這些字眼我們就問為什麼會這樣 因為通常去到一個句子的句末字母的寫法會不同 或者字母本身在字中間的時候 因為跟其他字有拼音的接觸 所以寫法也會改變 甚至本身字母自己本身都是一個勾尾的 以證明它是另一個字母 因為譬如R字音和D字音只有一個勾 所以耶穌在這裡想說什麼 他想說到直到在這些所有1.1畫的內容 都不會逃避 什麼時候逃避 直到最後的情況都不會逃避 所以耶穌在這裡說的是什麼呢 一方面是說在一個末世的時間裡面 耶穌直到最後都會完成 在時限上面 耶穌會在一個有定的時間裡面 完成所有上帝在律法和先知裡面所說的東西 而講到那個字符的時候 其實內容甚至微不足道的地方 原來耶穌基督都會履行他一切 那究竟耶穌在這裡所說的履行什麼呢 這個我們就要問了 其實這個其實指回耶穌自己將要面對的一切發生的事情 耶穌來到這個世界將要發生什麼事情 因為純粹來打個框講講一輪經 然後就回到天國 不是啦 耶穌其實是要告訴我們 將要發生在他身上的事情 老早在《舊約聖經》裡面 已經清楚層明所有將要發生的事情 所以如果我們去看其他福音書的時候 其他福音書甚至會直接說到 原來耶穌說到摩西的律法 先知書上所寫的和詩篇上的東西 其實都是指著耶穌而說的 而在《馬太福音》第26章第24節裡面 耶穌更加直接這樣說給我們知道 人子必要去世正如經上指著他所寫的 而在《馬太福音》第26章第24節 在《馬太福音》第26章第24節 《律法書》及《仙資》所寫的所有東西 而要承接在創世紀裡面 上帝要預備這位舊主來去 去为上帝所爱的人 不过他现在堕落在罪的当中 上帝要希望让他拯救过来 而拯救过来就要差一个 拯救者来到 这个题目前面我们已经说过 这个拯救者来到是哪一个 就是耶稣他自己 所以耶稣说我来到这个世界 我不是挥掉律法 我是来去承传到底 所以弟兄姊妹 这段圣经耶稣其实一方面 去帮助当时的人 你不要继续带着一个 反对而反对的人这种思维 因为你是属于天国的子民 你不是这样想 我作为耶稣也好 耶稣在这里这样说 我来都是满足 旧约圣经所说的所有的东西 而且最微不足道的东西 被人看为很小事的东西 其实他都要一一在一个定时 和一个定局里面完成了 所以这个就是这里所说的 承传的意思 但弟兄姊妹 在这方面我们是需要有一些更加 小心值得我们去警醒的事情 今天最可怕的情况是什么呢 就是人有一种惯性 人很喜欢把自己说的说话 那种的分量 把他和神说话的分量等同了 于是怎样呢 就是要把自己的目的达到 至于上帝的目的达到不达到不重要 但更可怕的是 有时可以作为基督徒 或者对上帝说话有认识的人 我们很容易跌入一个陷阱 就是把上帝的说话扭曲来 去遷就自己 而利用这样去突出自己 与别不同 而这种就是很多时候 很多邪教异端而兴起的现象 今天很多的信徒 其实我们在一个这样的时代里面 很主张个人发挥自己的表现 自己的意见 没有问题的 不过我们绝对不能够 将我们的说话的分量 和上帝说话的分量 将它变成等同 因为上帝所说的说话 他必然要去做 怎样做呢 于是他便派一个会去履行的人 来做呢 这个就是他的独生儿子 耶稣基督 而耶稣基督也都很清楚地告诉他 他来到不是为了达到自己个人的目的 而是达到父神在老祖的时候 创世的时候 已经立下的目标 而这个的成全 就是要按照父神的心意去成全 所以 弟姐妹 我们作为神国的子民 既然我们有一位天国的主人 他自己说过的事情 他自己都必然去做 甚至 他派了他的独生儿子 来做 我们如果作为一个属于天国的子民一份子 我们也应该有同样的一份生命 明白吗? 耶稣在这里 不是只是停在这里 只是讲解 我为什么要来传道 我传道的目的是什么 我传道的态度 我的动机是什么 不是这么简单 耶稣在这里要进一步 要告诉我们 作为传道者的义 原来是有他的牵连性的 这个就是从第5章第19节 至第20节那里说给我们 Impact of the righteousness of teachers 让我们去看看这两个经文 说些什么 我们再次打开第5章第19至20节 一起读 所以无论何人废掉者 戒命中最小的一条 又教训人这样做 他在天国要称为最小的 但无论何人遵行者戒命 又教训人遵行 他在天国要称为大的 我告诉你们 你们的义 若不胜于民事和法尼赛人的义 断不能进天国 耶稣解释完他的来意之后 他要进一步 好好地去预备面前这群 听着他讲道的群众 让他们再一次准确领受主道 的动机是什么 原来耶稣是要叫他们 将来真真正正成为匹配的传道者 而且听清楚 耶稣不是单纯为自己来到的传道 并且他如何真正将救恩实践 将他道明 而且他要预备在他面前 每一个能够听到他信息的人 他们最终能够成为一个真真正正 不折不扣的 能够匹配成为天国福音的传道者 在第五章第十九节 其实这句说话是用了一种正反两面的陈述 来涵括一切的状况 这两个正反两面是说什么呢 我们再看看 耶稣在这里说了 在第十九节当中 首先他说了一对的组合 这对组合是什么 他谈论到 有些人是废调 在戒命中最少的一条 戒命最少的一条 就指在律法和先知里面 任何一条 最少的一条 哪一条不重要 最少一条 你喜欢选哪一条 最少的一条 如果有任何的人 是废调 并且做什么 教训人都是这样废调的话 这个人在天国就称为最少的 这个是第一个层次 第一个情况 另一个层次是什么呢 正面一点的说法 就是这个人就是 无论任何人 遵行者界命 都是指最少的一条界命 遵行最少的一条界命 遵行最少的一条界命 又教训人去遵行这条最少的界命 天国 看这个人最看为大的 那你就在这里问了 牧师 其实这里说了正反两面 反正两面 第一个反 就是错的人 那些人去废调 并且教唆其他人 都去废调 最少的一条律法 上帝说 这些人在天国里面最低肯定 而那些又肯去 自己去 成全遵行这条的律法 并且有教导人去遵行这条 请留意 不只是个人的事情 是原来有一个衍生性的 你作为一个 会是教导人 圈导人 去到遵行的时候 这些人在天国的排行 就是最高的 在这里 如何去定最高和最低 或者最低和最高 耶稣害怕我们不知道 所以就在二十节里面 给我们参考实践的例子 不然我们不知道 什么是最低等 耶稣在二十节里面说 我告诉你们 你们的义 若不胜于民事和法尼赛人的义 端不能进天国 耶稣在这里 告诉他 如何定义高和低在天国 又回到二的层次 二的题目 其实不是陌生的 其实我们在先前 我们已经看过了 譬如我们最简单 在这个八幅的经文里面 其实已经讲过了 这个二的题目 而我们也都在耶稣基督 在接受施洗约翰受证的时候 如果在第三章 我们也都会记得 施洗约翰 哎呀不要了 我不配 去为你施证 但是耶稣说 你尽管去做 去为我施证 因为这个为什么 是尽诸般的义 其实当我们参考这些经文的时候 义是一个很重要的题目 义是量度一个人在天国里面 如果那个人是如何排行 那个人的灵性是如何 是用义来量度的 首先我们要明白 这里说天国的义是最高最低 那你就说 那是不是都在天国 不是啊 弟兄姐妹 不是你都在天国 是告诉我 在天国里面是用义来去排行 你的条件是高与低 你是一个义人 还是一个不义的人 这个是告诉他 天国的量度的标准 是用义来量度 但是这里耶稣的参考资料 是什么呢 他说义是重要 不过而有一个你们看到的 可以帮助你们 如何量度 究竟你符不符合标准呢 就是说 要圣个民事和法尼赛人的义 耶稣在这里指出一个很大多数人都看到的情况 每个人当时在耶路撒冷 在巴勒斯坦地 认为那些当然是好人 那些当然是圣人 圣品人 文士和祭司 熟读圣经 还今天说那些神学家 神学博士 大牧师 大出名传道人 他们当然是碰当 我们带到他的标准 那一定是上帝喜悦 是不是这样呢 甚至那些法尼赛人和文士 他们都可能这样想过 我们都传圣经的 我们都读旧约圣经 我们都传上帝的说话 我们守的律例典章 都是从神的说话而塑造出来的 我们都是有意的 很多人就以为 那就可以了 我和他们的意的水平一样 达标 是不是 原来耶稣在这里 给了一个令人诧异的结果 当众人都以为 这些的人 文士祭司他们的意 是达标的时候 耶稣就告诉他们 你们的意 要胜过这些人的意 如果不胜过的话 断不能进天国 耶稣基督其实在先前说了的意 为什么这些人 他们都似乎讲圣经 为什么他们的意不能进天国 你们要问这条问题 他们的意出了什么问题 不是啊 文士和法尼赛人的意 最大的问题 就是他们的意 是用来去炫耀的手段 而他们也都最大的问题 是已经满足于他们 以为已经有意的状态 但实际上他们是没有意的 他们有什么问题呢 如果我们按照先前 耶稣基督在八福里面 谈论到那些已经蒙福的人 他们的意的时候 在第五章的第六节 和第十节里面 耶稣讲到八福的意 第一样东西 要让他们有一种渴求的意 就是觉得从来不满足 从来觉得自己的意是不妥的 不充足的 是需要不断的去追求 渴望 能够使自己有更多的意义 这种的心态 法尼赛人文士没有 他觉得OK 所以他可以表现出很好 很好 坐在耶路撒冷的圣殿里面 威威 出街的时候穿着很美丽的衣裳 能够表现出自己是多么公义 好像很多人特意要去搞到自己那套穆斯袍 古灵精怪的 又有大十字架 又有大转戒 你看那些天主教就是这样 圣公会那些就是这样 觉得自己好像这样搞 就已经很有义 很光荣 主有光荣 我光荣主光荣 他们用这种思维 一方面他觉得自己已经满足 第二方面他要表现圆耀自己的义 在众人的面前 如果我们再去看拜福里面 第二种的义谈论的时候 就是一种愿意为主的真理 受苦都会付出去换取这个义 不是自己有的时候去换取 不是自己多余的时候去换取 而是自己没有的时候 但是仍然为了义的缘故 肯愿意付出 而付出的时候甚至可能被人去迫害 所以真正的基督徒 义行 我们说有行义行 不是说行的时候自己又有益处 然后将益处又分给其他人 那叫做义行 大兄姐妹 如果一种行为 要为自己得到益处 然后才行义的 这种就不是义行 这种只不过是分析 和民事和祭司的义是没有分别的 所以耶稣在这里 为什么首先要说八幅 然后说盐和光 要显明我们真的有一个 属神蒙福的人的生命 而来到这里 要更加讲到 这些听了道的人 明白主来到传道的动机之后 你们听了能够明白主的道理了 明白圣经构约的解释的时候 你们出去 不是用圣经来炫耀自己 而由头到尾 我们的心态应该跟耶稣一样 来到满足上帝的意愿 不是为自己得到荣耀而努力 你看看耶稣最后 是不是很光荣 死在十字架上面 这是当时最丑陋的刑罚 用当时的用语 这个丑死鬼了 最下等的一种死亡方式 但是他和上帝再建议 用今天的道理一样 第一节目 如果我们要行二行 不是求上帝 上主你多给我一些钱 然后我富贵 我赚多些 接着我们派多些行多些善 那就会面了 不是 第一节目 不是啊 真正的意是 觉得自己不足够 而甚至为了真理 为了去显明属天国子民的生命 我是愿意付出 受苦受缺损 我也肯去做 因为要履行上帝原本的那种属性 什么属性 他就说了 上帝说得出做得到 我们作为神的子民 同样道理也是一样 虽然我们每一个人 没有办法成就救恩的能力 但是主却是将这个传道的接力棒 将它交给我们 而要去将这个传道的接力棒继续传开 不单止我们是要用口传 将神在圣经里面的说话内容 清楚解释给人知道 但更重要的是 我们要以行动 去将天国子民的意活出来 这样的生命 才是值得 我们配成为天国子民的一份子 而耶稣就要清楚 在他面前的这班门徒知道 让他们明白到 你将要明白到上帝的说话 如何 清楚重新了解主的道理 如何解释之后 不是要圆耀自己有多厉害 不是圆耀自己 我神学多厉害 不是 而是只不过要让人去体现 上帝的心意就是这样 那我们就一起去履行 弟兄姊妹 说得出做得到 看上去只是很简单的六个字 但如果真正要行出这六个字 我们是需要费很大的属灵的气力 我们可能甚至要付出 甚至可能未必一定好过 因此我们必须要恳求主 让我们一份渴求义的生命 并且求各位与我们同行的圣灵 似我们每一个能够有熟灵的勇气 行出天国子民应有的生命 让我们今天活在地上 就能够如活在天上一日的生命一样 而这个介绍 在往后日子 我们就在主吐文里面看了 让我们一起与心低头祝福 慈禀天父多谢你给我们 在这段圣经里面的学习 让我们明白到 是一位说得出做得到的上主 你是一位天国的主人 而我们要成为你国中的一份子 所以我们也应该有这一份同样的生命 我们知道今天我们会在这个地上不容易 要说得出做得到不容易 求你的帮助 让我们有勇气 能够真是肯信靠你 而走在你所交托的位置的上面 见识出属神的子民应有的生命 求你的帮助 我们的同心吐告奉靠主耶稣的得胜的名字 我们下期再见